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刘芬杰 今年52岁了 已经退醒了 但是各家待不住 在外面打一个拱吧 一早上是15点钟之前 我家前面有个小麻烦 和小男人种点地 拿点肠 借个娘 浇点水 就做点这个活 做到6点来的时候 回家就做饭了 做完饭呢 我俩吃完饭 就是各忙各地 上市场买菜 上人家去干活 回来打电自己女儿 我下午回家 做自己家的饭 人家一般情况下都是两个饭 吃完饭呢 没啥事了就给上人家去干活 干活回来呢 晚上跳高塔舞 上高塔特的地方 跟这帮朋友们在一起 落了课 上上布 走一走 正8点 头8点整的时候回家了 回家看个电视啊 听到半道题 看看事物啊 跟家人落了课 聊聊聊啥啥呢 熟一熟 熟一熟 就睡觉了 这就是一大天的工作 每一天都是 头一天晚上呢 我就把第二天的一些工作 活啊 做啥呀 先做啥 后做啥呀 先上谁家做呀 都安排好了 我要是去买菜去啊 都是骑自行车 因为回来买菜 成嘛 我就骑自行车 跳高塔舞 最爱的楼下 也不远 好 如果要是上栗山啊 或者上一山啊 就坐高塔特的地方 就坐公交车了 嗯 是吧 我现在大约 不可知足了 挺好 我也退休了 进一份儿 退休紧 完做中调公围 还进一份儿 老公娘各家 暗浪现在不怎么好 这段时间就各家给点生存费 我女儿 我女儿也挺好 差这个麻不在哪 感觉行程不能好 但是还可以 有时间慢慢过去就好了 更本群表现 3